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看见我的时候明显愣了一下 然后事实告诉我 逗逼就是逗逼 他们的思维模式永远都不能和正常人相比 比如见到我的时候 就算扎心都表现非常亢奋 至少相见时候的喜悦已经冲淡他们的疑惑 对于他们来说 我能回来 他们能够重新见到我站在这里 大概比什么都重要 可是老白偏偏不是 在看到我的时候 这家伙已经过了最初的错愕之后 给我第一句话教识 哎呦卧槽 见了鬼啊 小天子 你鸭怎么还没死呢 这话说的 我当时一口老血 没上来 好像给我憋死在这里 翻了个白眼 没好气地说 老子好不容易积攒了一点资本 还没花呢 你就盼老子死啊 老白愣了一下 这再反应过来 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 就说 这个 不好意思啊 小天 没判你 不过 你到底咋回事啊 我也看了一眼战场 眼看此时天道梦的人几乎毫无战意 几乎是被追着砍杀 估摸着这场战斗也用不了多久就结束了 索性也就放心了 不再去看战场 扭头看了老白一眼 就说 这件事就说来话长了 我们回头再说 也对 老白一想 顿时觉得似乎也对 顿时就笑了笑 自言自语地说 你就跟磕了药的小强似的 怎么都挂不掉 扫他们就觉得你要死不了 埋牙的时候 感觉躺那儿我就不对劲了 总觉得知听听的躺那儿恐怕不会消停 想和群哭点两嗓子装装逼吧 死活他们哭不出来 眼看着那些人都哭得眼泪人似的 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这才抹亮头唾沫 就擦脸上 干喉两嗓子 这才总算是蒙哭过关了 没想到最后事实还是证明 当初老子没哭就对了 哭了的话 那才真叫浪费感情呢 还是哥们聪明 听完这话 我感觉自己胸口好像中了一道似的 一下又不知道该说啥了 他这么聊他 可不就是把天给聊死了吗 虽说这自言自语吧 可是我听得一清二楚 可谁谁能受得了他呀 说真 我都有种上去打抱他的冲动 老白却不自查 最后倒像想通了一般 特大方的对我摆了摆手 就说 坐了坐了啊 趁这妈烂骨子的小事情 哥们也就不和你压得斤斤计较了 过去了过去了 人能平安回来就好 行了 多都不说啊 你先来我这里 正好啊 我这里还有点发现 好像这里找到清一那压的踪迹了 你还是进来瞧瞧吧 说完 老白砰的一下关上窗户 我浑身聚脸摇晃了几下 一佛出鞘 二佛升天 差点被活活气死 啥人呢这是 不过 听说他们似乎找到有关于清一的一些线索 这事倒是让我精神振奋了一些 我也懒得和老白抹嘴皮子 当下就起身朝那座冰屋走了过去 在这过程中 我已经收敛起身上的杀气 越过了许多尸体 踩着鲜血进到那冰屋之处 冰屋里面显得有些昏暖 外面有一些巨大冰块堆砌起起来 再浇上冷水等洞结实了 防风效果一点不比咱们正常建筑差 可以说是密不透风 这样呢就能阻挡北冰洋的 寒风 然后在里面搭上一层木板 这样呢就有效隔绝冰块上散发出的寒气 如此的冰屋倒比较暖和 可惜因为密不透风 里面多多少少显得有些窝囊 一进去就闻到一股肮脏气味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血腥味 环境昏暗 我能看见冰屋中此时站着四个人 正是海瑟薇 张伯文 老白 比利他们四人 然后地上横七竖八的躺着不少的尸体 冰屋里面倒是有一些办公设备 看来这些死去的人 以前应该是在这里做一些情报搜集等文案工作 在角落里还有一个中年男子正在翻白眼浑身抽搐着 一见到这一幕我就知道 海瑟薇肯定是在这里用行了 这个中年男子不出意外 应该就是被比利精神入侵过 只不过如今力量太大 最终摧毁着男人神志 才让其变成现在这副傻逼样子 我一进来 海瑟薇他们几人目光 就全部落在我的身上了 比利用脏兮兮的袖子擦拭眼角 张伯文满脸湿起 海瑟薇眼中酝酿着泪光 唯独老白吊儿郎当地笑着 看着这一幕 我心头也酸 也想到了我降临的时候 外面正在奋勇作战的那些战士 他们大都来自雇佣军 瓦尔哈拉以及圣殿 可能他们都不认识我 但这段时间他们都在为我作战 是在为我而流血 在当时那种狂热的环境之下 一传实实传百 当他们知道 他们一直为之战斗那个男人回来 发出那样狂热怒吼 也是正常的 但我心里一直默默记着 这一切的背后 一直都有几个人 始终坚定不移地 推进这些事情 他们才真正地将我 当成灵魂的住心骨 他们与我密不可分 此时千言万语 最终 我只说出这样的五个字来 你们 辛苦了 不辛苦 一点都不辛苦 张伯温摇头 擂着个大嘴 明明是想笑 可最后嘴巴又歪 差点哭了 然后和我说道 不玩咋样 总算是回来了 我他妈的跟你们葛家 就跟个皮球似的 你爸爸把我踢给你 你又把我踢给你儿子 现在总算是你这一脚啊 刚刚伸出去又输回来了 好事 好事 以后可别这样了 他妈的老子也想终于一把刑魄 要死 让老子先死 然后你们葛家三的人爱谁谁 老子眼睛一闭 这辈子也懒得跟着你们继续操心了 听了这话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不过心中更多的还是一些 说不清道不明的温暖以及感动 确实 他们这些人为了葛家这杆大气 真的是付出了太多态度 这个家族本来和他们是无关的 如此我怎能不感谢他们呢 海瑟薇微微笑了笑 到了现在还保持着良好的贵族风度 笑眯眯地看着我 所以我们晚上喝一杯 我发现这些天道蒙的孙子 倒挺会享受的 这个地方储存了不少上好的威瑟 咱们晚上可以好好地喝一杯 然后聊聊分开以来的许多事情 求之不得 我送了送肩膀 说 至少老子死了一回又活着回来了 睁开眼睛发现你们几个没个耳皮 很开心 开心就应当送酒狂歌 不错 海瑟薇随即画风一转正算说道 不过 喝酒叙旧的事情 我们还是回头再说吧 现在我觉得你更应该 过来好好看看这份资料 说着 海瑟薇转身 从旁边桌子上拿起一份 沾着血迹的文件 在我面前晃了晃 看就不用了 我一摆手 随便找我地方坐下 就说 你挺适合负责这一切事物的 我不如你 你把这些事情 输给我听就好了 其实很简单 这份文件上记录的 是这些天道蒙的成员 这段时间以来的工作成果 海瑟薇抿了抿嘴唇 略微一顿 醋眉就说 这个上面的记录的 是他们已经找到 下一朵永生之花的具体位置 而更加麻烦的是 这份文件 现在已经被传到了 秦一的手里